最后好,我要讲 就是爱烂跑 这个是我的FB的跑步团 明轩在我这个团里当团长 就是爱烂跑 什么意思 跑步治白病 不舒服,跑步 情绪不好,去跑步 跟老婆吵架,去跑步 小孩得罪你,去跑步 失恋了,去跑步 然后失业了,去跑步 怎样都去跑步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会有这个阿甘的电影 我就是有一段时间 没干医生 跑出来开餐馆 然后每天再跑步 我老婆觉得我坏掉了 她当医师娘的梦破灭了 怎么一个老公 天天在那边跑来跑去 到底赚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跑跑跑 那好 333的运动很重要 被列为哈佛里面 人生要达到最好的状况 有二三十几件事情要做 其中一个叫做333 那333很简单 就是一周三次 一次三十分钟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三个三 叫做心跳要130 好 当心跳130讲出来的时候 怎么走都不会到 快走慢走 往前走往后走 你会看到人家都可以录 我不知道在录什么意思 是时光最大 录录录录少年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走路永远不会到130 那不会到130的时候 不会有脑内飞 好 脑内飞自为至关紧要 因为它三个最大的功能 叫镇定止痛与消炎 就是我们台湾人吃最多的药 但是呢 没有一样药 可以比我们脑内飞 更强 更有效 更没有副作用 脑内飞是马飞 上帝给我们的马飞 存在我们大脑里面的脑下垂体 只有30分钟的运动 心跳130才会释放出来 真的很准哦 跑20分钟心跳130 还不会出来 30分钟才会出来 好 那 我咨询了半天 还有人可能有一点打磕 所以问我说 医生 那 吃什么才会有脑内飞 我说你直接磕药 就有脑内飞 很容易就吃得到 让你爽到不行 不是吃来的 是释放出来的 但是要借着这样的运动 所以走路对我来说 不是运动 不是说不好 而是它没有逆转慢性病的功效 还有 很多人 气功瑜伽 全部都没有达到130 就不会有脑内飞 不管它多好 拉筋拉半天 拉到脱臼 也没有心跳130 好 所以跑步无敌 跑步最容易做 跑步不用教 你会走路就会跑步 鼓励大家 下次去运动 能跑不要走 我一个礼拜跑50公里 每周跑52周不间断 所以我一年跑超过2500公里 但是你叫我走 我最多走到捷运站 再叫我走 我跟你翻脸 好 这个 这是我在做的 好 膝盖不要太担心 跑平地的 对膝盖没有什么负担 膝盖像超跑 越跑越会跑 这也是我写出来的 请问退化性关节炎 是跑出来的 还是不跑出来的 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退化叫做没有去用 才会有退化性关节炎 所以我现在 以我自己当白老鼠 我每年跑2500公里 我是要跑 看跑到什么时候 我的膝盖会坏掉 目前为止 都还是上帝给我的膝盖 我还有痛风 跑到现在 痛风不太有了 然后膝盖的软骨 还在 还不用打PRP 我很会帮人打PRP 我哥哥也很会打PRP 但是我现在都还不用打 52楼 我看我到60 会不会需要换关节 65会不会 注意看台湾在跑马拉松的人 全部都60岁以上 20岁都在家里睡觉 不要以为年轻人在跑马拉松 没有 都是秒杀的 都是年纪大的 好 那大概我的分享 我的这一个 带各位逆转慢性病 这些撇步 其实我真的 我以为听一场演讲 不足以改变人 我后来发现 听过我演讲的人 有好几位 半年之后 突然间瘦了10公斤 也没有告诉我 他默默地在做 所以只要方法是对的 你听了一场演讲 搞不好改变你的生命 你逆转成功 我恭喜你 我只赚你一本书300块 我觉得金牌坦 但是我为你高兴 那 等一下 我 搭捷运推了很多的书来 我很怕 还要再 推回去 这个是我最害怕的 今天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只怕推这一堆书回去 那 大家 我会帮各位签名 我都有准备 一金笔 金笔 金笔一支 在这里为各位签名 10块 好 那 那个 可能等一下会有Q&A 我可能会被要求变装 换运动服 秀八块鸡 不够贴 我没有遇到有这种场子 但是呢 大家休息一下 来 我们用崔瑞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的博士 好 那谢谢大家 麻烦请休息一下 好了 大家精彩吗 精彩 你看 这个知识的取得 真的是太难说了 当然有一些话 你是觉得对的 有些话 你真的是太不以为然了 但是 就好像我曾经 有个师傅在问 他说那到底酒 是算是药 还是算是 是药 所以就是说 当你这个酒 它的酿造呢 它是以药食 它是要治病 那它就是一种病 它就是治疗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说 它是一个工具 那就看您个人身体到哪里